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9年那时候 一直想把中医的问题也说清楚 然后中医跟原始点的 到底哪里是相似 甚至是相同的 那哪里是最大的不一样 包括热源的使用 那这个以后再说 所以在经过这样的努力下 我发现很多 因为我们是做出来的 很多是可以讲得清晰的 那当时我也是因为这样 一直想到底什么是医学 医学难道只有解决疾病吗 因为西医是完全以医疗为主 确实都是以疾病症状为主 那中医也是解决症状 那当然他们还有中医还有保健的部分 还有一些养生的概念 所以到底整个医学的面貌是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牵扯的很多 那这个一定要把它先厘清 这也是我前面讲的 因为很多人对原始点的质疑 然后到底什么是医学 我发现这个问题是最为基本的 所以最后 最后就是把整个医学示意图 以原始点的怎么做出来 然后它的理论写的过程中 然后来把这一个图把它写出来 我相信这一个图用在其他医学也可以 同样也可以很快看清 原始点的整个架构 那在这个进展的过程中 建立了理论之后 最后尤其从2018年之后 就是发现了很多病做不出来 是因为热源的使用 没有直达体伤位置 所以最后在临床上 又经过不断的验证突破 最后确立了这些姜汤 姜粉 姜粉磷 必须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比如我们在外热源方面 可以用姜粉磷 大面积的涂在身上 让患者马上可以感受到热源 直接进入身体 那另外内热源部分 以前只有照传统中医 只有喝姜汤 那这时候原始点 可以利用姜汤姜粉 姜粉磷 或洗眼 或喷鼻 或就是喷那个阴道 然后还可以灌肠 那这种种的内热源使用 等于内外都进一步完善 这也是突破 中医比较传统的一些 治疗方法 那也是原始点 后来这几年 为了解决重病 尤其选项跟命危患者 怎么把他们生命救回来 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原始点常常是在走在 我认为它的突破 有些是走在医学的前面 比如西医没有保健 中医有 但中医的保健 又没有把热源直接 用到体内的部分 这一方面的研究 确实中医 从几千年来 一路这样看下来 事实上这里是欠缺的 那原始点走在前面 所以早期这里我在 从2018年以后 我就感受到 因为原始点走在前面 那台山倒海的压力就会来 比如有人也会质疑啊 那从嘴巴进去 喝江汤 大家没有什么话讲 但当一旦我江汤 从肛门进去的时候 有些人又讲过 那这个有没有侵入性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 这个侵入性 比如说我们中医的针刺穴位 他拿针直接刺皮肤 那当然就是侵入性 西医的手术 他拿着刀子 打了麻醉剂之后 直接开肠薄肚 薄腹 那这样你来看 开肠薄腹之后 这些当然是更严重的侵入性 那原始点 嘴巴 你江汤从嘴巴进去 我们不是挖了一个嘴巴 然后再把它灌进去 它是原本就有的 那我们方式 就直接从这样喝进去 那针门本来就有的 他 我们就把江汤顺着这个管道进去 又有何不可能 也没有说再挖一个洞 才让它进去 所以有时候 原始点因为走在前面 很多观念 医学的观念是跟不上之后 他们因为 已经被原有的框架框住了 所以他们 这个有些人说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我认为 这个在生活上 能够充分这边应用 平常就有人在灌场 以前很多人 私底下在灌 也没有问题 但一旦原始点提出来 就我发现很多 评论的人就很多了 那我也认为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医学目的就是要解决疾病 你管它从哪个管道进去 那比如说这一次新冠病毒 我们上个礼拜刚讲的时候 也提到 姜粉是最有效的 你直接喷笔 热源直接从体内进去 比喝姜汤还有效 因为姜粉可以停留在 鼻烟的位置 停留比较久 你姜汤直接喝进去 直接就顺着食道 然后一路进到肠胃去 这样对上呼吸道的帮助 就少了一些了 所以原始点在这样努力突破下 才克服了很多 我刚刚说的重病 尤其命危 那些重病很严重 那你没有特别的方法 很难救起来的 那原始点为了解决这些 疑难杂症也好 或是危急的重病 那当然原始点 在没有框架下 它不断地在突破医学的极限 那所做出来的案例也成果丰盛 也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做出来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一句话已经看出 这是后来的突破 也是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治疗的改革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下一页 然后这些在做的过程中 除了热源的突破以外 那原本一条脊椎脊漆处 也可以解决他处体伤 但面对患处体伤 尤其像乳癌 那些状 比如说乳癌已经烂掉了 破裂了 还有硬结肿块的部分 那原始点发现 光按推 这些硬结肿块 还有壮的组织受损 是很难修复的 包括热源 有时候按推跟热源还不够 那这时候发现 按推患处痛点 很大的帮助 所以又在 这些硬结肿块的周围 找出痛点来按推 那这样慢慢 按推也趋劲完善 那热源的部分 也能够知道如何充分应用 从这些直接体表的大面积涂浆本泥 还有藉由灌肠洗盐喷鼻 这种种的手段来达到我们让热源直大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那这样热人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改善 所以达到来达到我们保命及疗疑疾病的目的 那在按推他处原始痛点还有按推患处痛点 这里稍作补充 很多人学了 我一说患处痛点 很多人开始就盲目的在找身体其他的压痛点 那是没有必要的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说 你爱要找患处痛点 来按推 它必须有几个前提 第一个 你是在按推患处痛点 如果是正根状 我们正根状因为之前有提过 大家可以参考疾病与衰老 疾病我们把它分为正根状 那正的部分 你一定要先经过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之后 那确定这个正是由患处体伤所致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进一步 在他的患处找出痛点 来解决疾病的病症 也就是症 那症分为三大类 之前有讲过 比如说不适感 症的不适感 疼痛症麻痒这一类的 那还有症的功能混乱 比如说烦躁 多汗 然后咳嗽 还有白带 板脊子 这一类的我们称为功能混乱 还有症的体力虚弱 比如行动此反无利 面无光泽 死不下 诸如此类的 那你要知道 他是要按推他处还是患处 你一定要怎么样 先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才确定这些症 这三类 才属于患处体伤 才进一步从患处下手 但这里我也特别要提出的 症的体力虚弱 这个在前面也有讲过 只要有遇到这个病 不是先按推 是以先热 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这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那整体来讲 其他的症的 不适感跟功能混乱 你要按推患处 确定一定是在 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的基础上 才可以进一步 按推患处痛点 要不然 不能一开始就 按推患处痛点 这也是上一期学员 很多学了之后就开始 只要病人来 然后他处也按患处也按 你要按推患处 一定有一个前提 如果他处已经按好了 你干嘛要在节外伸直 再去按患处压痛点呢 那个是没有必要的 好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可以按推患处痛点 就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状的组织受损 比如我刚刚讲的 乳癌爆掉 有硬结或肿块 这些你在周围 一定都可以找到患处痛点 那这个是被允许的 好 那结论简单的讲 对症 你不能用按推患处痛点 如果要按推一定是在 按推允许痛点无效的情况下 才按推 那状就可以了 状的比如说硬结肿块 包括衰老 或是像爆掉的 状的组织受损 那周围可以找痛点 那这样大家在做的 虽然已经跟各位讲 我们也总结出 要按推患处痛点 那按推患处痛点 是有诸多的限制 不是患者来 我们随便就按 不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也提供给上一期学员 学过了 再把一些观念 再把它深化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在处理下的一些次序 然后通过观察症状 因为原始点跟中医一样 都是以症状来观察的 不是以仪器的 绝对不是 那观察症状 中医他的手段就是透过 万文问切 那原始点是透过 辨疾病之轻重 还有体伤位置 来达到决定怎么治疗 那这一点跟中医是不一样 那以后我们再谈诊断与治疗 这里这一部分 我们就会讲到更详细一点 好 那这样原始点是做出来 所以到最后回归 还是从按推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那从这些方面 就可以达到保密及疗医疾病 甚至还可以达到怎么样 抗老征受及预防疾病的目的 好 那这一段 我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好 这里后面还有这一段 都是在强调 原始点跟其他的医学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们读其他的医学 大部分都要先读很多理论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当还没有当医师的时候 我第一步要当中医师 我必须要通过考试 不是我先通过病人的身上 做出案例来 然后考官就给我过了 说我真的会治病 不是 考官他一定要先 问你一些观念的问题 所以任何医学 你不管读西医也好 读中医也好 一般都是从理论下手 那原始点恰恰相反 它是做出来的 它是以什么做出来 就是我说的 早期就是以按推做出来 还有后来发现 当然开始就发现内热源的重要 然后还有按推 最后再进一步发现外热源 然后最后再从外内热源进一步 善用姜粉 姜粉泥 姜汤 来达到内制外制的方面的 把它进一步完善 那这样很明显 原始点都是做出来 那为什么要写理论 就是我说的 早期很多的质疑 那原始点一定要把这个体系 说清楚 甚至把医学重新架构 因为我也发现 西医的医学 其实原来它 当然它也有理论跟临床 那临床上它的诊断与治疗 也没有问题 他们是以仪器检查的 那跟中医的以症状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 他们的治疗方法 西医譬如说 它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那原始点跟中医 它既有医疗又有保健 那这些方面如果没有理清 你去问西医 他能讲出什么 他能讲出 那医疗的治疗就是医疗嘛 谈不上什么保健 那这个就偏之一意 所以中医跟西医本身它也存在了很多的矛盾 从诊断开始 他们之间就矛盾了 一个是望闻问切 一个是四诊心法 就是在开药的部分 那中医还有外治法的经络理论 来支撑着它真治穴位的一些临床的 作为临床的依据 那这一部分也不是西医人理解的 所以他们之间本来就有很多思路是不一样 但从原始点的整个架构 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说 现在大家在谈中医跟西医怎么来合并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思路就不一样 怎么合并呢 怎么整合呢 这个都如果不把这个厘清了 最原始的问题出在哪里 把它厘清了 那是沦为空谈 那从原始点 它因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你要真的救人 很容易就是 所有疾病兼医体相及热能不足 这是因为做出来 从哪里做出来 就是从按推原始痛点做出来 然后按推无效就按推患处痛点 这样一路一路摸索出来 那热源部分 就是我刚刚讲的有外内热源 然后再来还有一些其他保健方法 包括运动 适当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那这样 所有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建立的 然后再从因缘果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 那建立了之后 原始点就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解决生老病史的问题 那也可以达到怎么样 说到而做到 我们现在的医学常常是说一大道 但真正能做出来的 应用在临床只有一点点 我自己读中医 我们有早期我跟很多中医师 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说好像理论读了很多 什么书都背过了 什么伤寒论 杂病心法 一路这样读下来也背过 但是在临床应用上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相信西医也常常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那原始点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路这样做出来 那理论就是把为什么能做出来的到 再把它讲清楚而已 所以他就能够做到说跟做都是一套 而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不会这样 他是可以贯穿的 一以贯之 不会有自相矛盾对立的情况 所以这样慢慢才完成这个医学体系 那这样的医学体系就是如我刚刚讲的 他突破了很多医学的框架 所以很多是用现在的医疗法来看原始点 好像很多他们的写法好像我们很多 一直在破坏他们的规矩 但是这些都是很生活化的 没有所谓的这些 那这样这么简单就可以治病 但在西医的方 西医因为医疗法不能说治病哦 这个只能说让他舒服而已哦 我常常听很多医学 那就看你啦 如果你是医师的话 你这样做 那你这样讲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是医师他们就会说 你既然不是医师就不能说治病 而不是这个法有问题 我认为这个法没有问题 他就是在探济的医学 好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 也让大家已经完全理解 就是原始点 这十多年来 从临床的突破 然后还有理论的完善 确实也是走来真的不容易啊 那今年的书也很快就会出来了 那这一版不再是什么 十五版 十六版 十七版 不是这种概念 我这一次写完 我希望能够称为完整版 也就是以后尽量 就不要在这里写很多 顶多就是以后完整版 那大家在使用上 可能有什么需要突破的 有些大突破的 那才有必要再来重新再补充上去 那如果没有 那这一本书应该是够大家使用的 好 那我们这一段 先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重瓜得瓜 重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 都离不开因果定律 例如 种子没有了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外在条件的协助 是不能生长发育 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譬喻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条件 就是圆 长出的果实就是果 此集众所周知的因缘果的道理 好 我们这一段很明显的是谈因缘果 我们来看上一段 这里就用大家比较常听的话来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因为没有人种瓜长出豆 也没有人种豆而长出瓜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种了善因不会长出恶果 同样 种了恶因你也不可能长出善果来 一样的道理 那宇宙间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因果定律 那宇宙间万事万物离不开因果定律 我们这里就开始来谈因缘果 比如说 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 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是环境的 环境给你生长的这个条件 那有了这个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都称为盐 那有了这些盐 你种子才可以发展 然后到最后开花结果 因为体质不断在变化 然后最后修成正果 也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从原始点角度来看 那我们的因是什么 我们的因就是 组织器官运作 我们是来看生命 生命要维持同样一样 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你生命才可以继续这样往前成长 那组织器官要正常运作 后面还要有热能的推动 热能如果没有了 你组织器官有也是不能运转 就好像设备没有电力一样 好 那有了热能在推动 他就可以进一步 正常的运作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因 那要维持热能 还有组织器官正常的运作 你必须还有盐 那我们的盐就来自于 食物 空气 水分 阳光 诸如此类的 那所以这个我们来看 就是外 简单讲就是 需要外内热源啦 一定要还要有身体 它整个的调整 那这个才是能达到 我们说的那个因的改善 那如果你给它善因 将来体质就会变好 那它就能有自益力 修复力 有了这些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延缓衰老啊 增长寿命啊 预防疾病啊 那如果你给的是恶言 比如应该吃一些温热食物 你去给它每天吃一些冰冷的 或是平常就不运动 然后情绪很容易暴躁 诸如此类 然后还有现在大家迷恋着电动玩具 常常打到三星半夜的 这样整个体质破坏了之后 它自然就长出恶果来 你不生病也难 然后这样体质的败坏也快 所以你就更快衰老 甚至整个生命就会 无形中被缩短 那这个就是因言果的道理 原始点谈的就是从这样来比喻 那这个都大家很容易理解 我认为医学既然要说清楚 就不要用一些太专业 就是一般我们能够听得清楚 那我认为因言果是最好 能把医学真相说清楚的 一个逻辑推理的 一个很好方式 好 那我这一段补充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段 生老病死是生命必经过程 在此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为了厘清疾病与衰老之由来 可用上述之因缘果的理论 加以阐明 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为方便表述 先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则因缘二者之定为 即与之相对待而成立 通过观察身体的变化 疾病表现为症与状 统称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观察仪器检查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统称异常 但不论疾病或衰老 皆属果 其因则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是指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 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产生疾病及异常 热能不足 是指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 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疾病及异常 缘可分为医疗保健之善缘 与伤身致病之恶缘 善缘 如正确按推 善用热缘 适当运动等 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正常运作恢复健康 恶缘 如生气 压力 劳累等 会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而产生疾病 但有些恶缘 如车祸 摔伤 烫伤等 则可直接造成体伤 而产生疾病 我们这一段 就开始 比较具体的来 把第二段的阴炎果 再进一步说清楚 我们调到刚开始 弟弟念的这里开始 我们主 来解释 这里很明显 我们从一生下来 就注定要走向老病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在身体使用的过程中 你组织器官运作 不会永远那么顺畅 有时候也有运作失调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人 人有七情六义 也有一些冲动 应该守的规定 比如说应该要几点睡 我们常常会熬夜 然后明天要补回来 又补不回来 还有一些坏习惯 比如可能抽烟喝酒 甚至还有人去吸毒的 这些都会造成我们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甚至有些地方 因为环境的污染严重 甚至也容易得到一些 就是消耗热能跟体伤 还有一些甚至饥饿带来的 那世界各地方都有不同的因素